天空一声巨响,小二闪亮登场,众所周知,天宠相剧,无论对于娱乐圈新人还是想要打开知名度的瓶颈期新人而言,都是不错的选择。 像张星成和李兰迪就凭借《你好旧时光》出圈,虽说起点是校园剧,但如今两人也算是名利双收,在不同的领域闪闪发光。 回头看来,今年开机的偶像剧不算多,大家印象比较深的也就只有赵卢斯和陈哲远合作的《偷偷藏不住》,罗云熙和张若南主演的《爱情遇见达尔文》,还有周也和谭剑刺合作的《很想很想你》。 这三部作品中,赵卢斯和陈哲远主演的《偷偷藏不住》可以说是热度与话题度齐飞,路透图上热搜的频率比周波剧更新的频率还要高,不过从原著热度和主角状态来看,这部剧也很有爆笑。 主角的每一次路透筒框都是颜值盛宴,就在10月8日当天,赵卢斯饰演的《丧志》,被陈哲远饰演的段佳许求婚的甜蜜路透,更是羡煞旁人。 抱着粉红色玫瑰花的丧志,眼神清澈,穿着白衬衫的段佳许低头看向他,满眼都是温柔与呵护,这简直就是从小说中走出来的高甜CP。 两人在片场花絮里的互动也很有爱,陈哲远背着赵卢斯站在海边,两人笑得肆意开怀,俨然氛围感十足,微风吹起他们的发丝萦绕着浪漫的氛围,虽说偷偷藏不住原著稍显低龄化,但两位主角在剧中的造型和状态却让人为之惊艳。 赵卢斯饰演的丧志,是外表软萌内心执着的乖丽少女,无论是校园时期的天真烂漫还是步入职场的优雅温柔,都让人眼前一亮。 她可以是穿着可爱娃娃扇元气满满的少女模样,也可以是造型朴素又不是精致的撒爽女神,但是虽然呈现出的结果甜甜蜜蜜,但是这过程属实有点曲折,拜托陈哲远赵卢斯还八十斤,咱们刚背起来就要亮脚呀,多闷呢。 得加强肌肉训练了,其实撑车员还好,让小儿吐槽的原因主要是乌磊的诸玉在前。 对比有点强烈啊,《新汉灿烂》中乌磊所饰演的少年将军林不宜这个角色,属实是帅到有些不像话了。 随着对08133C匹科的醉生梦死的一众剧粉抢压力,乌磊赵路斯新剧蓝腰爆,《新汉灿烂撒糖》等多个词条接连火上热搜,无论是视频截图还是幕后花絮, 都填到即便是圈外人也分分钟垂直入坑的地步。 谁看了不说一句,战功赫赫的冷面将军和娇俏温柔的城市敌女。 这对CAP真的太好刻了,比起正片中两人的爱恨纠葛,他们的片场花絮似乎更让人血脉膨胀。 每一个动作都冒着粉红泡泡,连我都怀疑两人是不是在公废恋爱。 片场上,乌磊起码抱赵路斯,连很自然轻易地就靠到了赵路斯的肩膀上, 俨然一副小情侣的样子,而这样暗戳戳的小动作实在是太多了。 两人对剧本时,乌磊就来回地揉搓赵路斯的胳膊, 对台词是有事没事拉人在手。 倒是导演让他们亲亲的时候,两个人对是一直害羞地笑了。 其实,谈过来爱的人都知道,只有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忍不住有很多具体动作。 男生在喜欢的女生面前总是会忍不住就喜欢逗逗他, 磨磨头发,揉揉肩膀的,这些微小的细节把暧昧的氛围推到了极致。 在一场深夜戏里,两个人坐在马上堆戏,突然乌磊发现带拍。 他用激光笔摄像带拍,而后居然直接骑马带着赵路斯一起抓带拍。 带拍傻眼了,但马上的赵路斯却觉得有趣极了。 这场景不是演戏,却像极了偶像剧里才有的剧情。 他们还在双子座流行语的一晚一起拍了吻戏, 两个人之间甜蜜又浪漫的感觉真的是太让人心动了。 网上有一段视频,是他们在杀青的凌晨, 一起站在高台看烟花,对着镜头甜甜的笔叶。 这一刻他们不是灵不易和承受商,而是乌磊和赵路斯。 漫天的烟火就像被所爱之人的眼神注视着心底的一片柔软。 更有趣的是,面对媒体镜头一向对达如流的乌磊, 在和赵路斯直播时却一度显得尴尬紧张。 作为童心的乌磊对娱乐圈的种种场面早就见怪不怪了, 偏偏遇上赵路斯就无所适从了。 是不是很像我们自己? 上一秒还在和朋友侃侃而谈, 但一道喜欢的人能一秒变怂,脑袋嗡嗡作响, 最后只憋出个你吃了吗这样烂俗的打招呼。 其实我看到网友批了很多乌磊和赵路斯在一起的日常生活照片, 还有情侣头像, 两根的般配程度简直就是满分, 所以小儿才会不自觉地拿来比较。 尽管偷偷藏不住拍摄时期, 赵路斯也因为状态不稳定被不菲网友吐槽, 但整体来看她的身材管理极为优越, 原本发量王者的赵路斯只需要用鲨鱼甲挽起头发, 就拥有了人人羡慕的头包脸造型。 在圆圆的小脑壳衬托下赵路斯优越的侧颜和轮廓分明的锁骨一览无语, 就连最简单的针织毛衣也穿出了轨迹感, 纤细了手腕和修长的脖梗分外精致, 无论是单人美照还是双人铜矿图都优势尽显, 陈哲远和赵路斯的双人铜矿图虽然不算多, 但总能让人形生惊艳, 毕竟两人一个是元气甜美, 一个是浓延系帅哥, 只要站在一起就是极致的视觉享受, 无论是尽情对脸拍还是氛围感全身照都CT感十足, 让人已经开始期待他们在剧中的表现了, 要知道剧版偷偷藏不住时间跨度不算短, 总丧志从初中遇见段佳许第一次就为他心动, 从而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暗恋, 从剧版的路透图来看, 无论是初中的小丧志还是高中默默暗恋的戏份都拍了出来, 如今拍摄进程已经到段佳许求婚成功, 相信距离整部去杀亲也不远了, 从造型来看, 赵露丝饰演的桑志一路成长的变化都通过发型体现, 从最初的懵懂可爱的丸子头齐刘海, 到两人携手并肩的漫画感长卷发和优雅低马尾都让人为之心动, 而陈哲源饰演的段佳许服装风格多变, 发型一直都是最适合他的漫画男神风格, 不过嘛, 对于男美金而言, 在古装剧中最稀粉的永远是人设, 一个好的人设能让观众对于演员产生滤镜, 陈哲源在和沈月主演的 我的反派男友中的现代造型也和段佳许外形差不多, 不知道在这一线偶天花版人设的加持下, 他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而目前, 吴磊赵露丝有好消息传来, 称, 吴磊赵露丝将第三次合作, 粉丝知道这样的消息都表示惊喜不已, 这部剧就是樱桃琥珀, 两人目前都有兴趣在拍, 樱桃琥珀讲述了小城女儿林奇乐, 二十多年人生顺风顺水, 无灾无难, 唯一的遗憾可能只是没有早恋, 天之骄子讲乔西人生二十多年悲喜交集, 遇到林奇乐那一年他自认走上一场大运, 当然, 如果吴磊和赵露丝真的会第三次合作, 相信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两人多次合作还是非常般配的, 并且非常自然, 相信这次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不知道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如果能合作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有接洽就有希望, 这简直就是好的开始啊, 虽然还未知结果, 但不少网友已经觉得很期待了, CP粉们更是一早自制不少海报宣传, 希望真的可以三搭, 而且这一次居然还是梦寐以求的现代剧, 总的来说真的很期待吴磊和赵露丝会再次合作, 《银桃湖泊》这部剧也是很不错的, 大家期待吗? 欢迎在下面评论框一起分享哦! �帚